王英正在屋中欲行不轨 不料宋江带人突然闯入 场面一时间尴尬无比 王英只好停下手来 等待宋大哥发话 宋江进屋先是仔细观察妇人一番 发现其景依华服诸为脆绕 一看就是富贵人家出身 长得倒也颇有几分姿色 怪不得会把王英迷得神魂颠倒 宋江拦下王英后 闻声细语询问妇人来历 这妇人哭哭啼啼说出身份 原来她正是清风寨知寨的夫人 因为母亲的坟葬在清风山上 所以今天才出门来为母亲上坟 不料却被王英掳上山来 宋江听后心头一惊 她辞去正是要到清风寨投奔花蓉 言下这名少妇自称是知寨夫人 那也就是花蓉的老婆 想到此处宋江便决定救出妇人 于是她又问妇人 花蓉为什么没有陪她一起上坟 宋江故意说出花蓉 就是想让燕顺等人知道 花蓉是自己的好友 花蓉的老婆就是自家人 后让王英碍于情面放走妇人 不料宋江话一出口 妇人却说自己不是花蓉的妻子 宋江一听心中纳闷 连忙问其究竟 少妇这才说出其中缘由 原来清风寨有两个智寨 一文一武 五官之寨是花蓉 而文官之寨叫刘高 这少妇正是刘高的妻子 宋江听后恍然大悟 她出道此处不知其中底细 被妇人一说 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认错了人 可宋江心思活泛 此时已在心中暗自思考 她想着妇人虽然不是花蓉的妻子 但刘高与花蓉都是清风寨之寨 平时关系肯定不错 如果自己救了这妇人 那也算是帮了花蓉的忙 想到此处 宋江更加坚定了救人之心 于是宋江拉过王英 让他放妇人离开 可王英是个好色之徒 看着妇人长得漂亮 舍不得放手 死活要留下妇人 当自己的压寨夫人 宋江眼看王英不肯放人 再次使出大招 对着王英跪倒在地 小知以理动之以情 一方面劝说王英弃暗投明 抛开女色转头兄弟怀抱 这才是好汉所为 另一方面又说出 自己和花蓉的关系 让王英卖自己一个面子 王英还未答话 一旁的燕顺看见宋江下跪 急忙出手扶起宋江 燕顺知道宋江心意已决 今日肯定要救走妇人 当下也不再管王英感受如何 直接搬出自己大当家的身份 下令放走妇人 这妇人自知得救 对着宋江千恩万谢后 火速下山逃回家中 王英眼看到嘴的鸭子飞了 心中又气又恨 闷闷不乐 宋江自知了一窥 便当场许诺王英 日后肯定会给他找一门轻事 王英不敢反抗大哥 只能强颜欢笑答应下来 他只当宋江是说一句玩笑话 却不想宋江在日后 还真给他找了个老婆 当然此乃后话不提 经过这段小插曲后 宋江又在清风山住了五六天 这日宋江想起花容 便要辞别众人前往清风寨 燕顺等人强留不住 只好把宋江送下山去 几人在山下一衣不舍 洒泪相别 看着五向大哥的身影 越走越远 燕顺等人的心中怅然若失 再说宋江自离了清风山 急行半日 已赶到清风寨花容住处 门口的军士问过宋江姓名后 入寨品告 不消片刻 一人匆匆忙忙奔出寨门 看到宋江后二话不说 纳头便败 宋江急忙上前扶起对方 仔细一看来人正事 清风寨五支寨花容 只见花容生得唇红齿白 风流倜傥 眉飞入病 戏妖元毕 六分武器四分秀气 端得是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兄弟二人久别重逢 皆大欢喜 花容喊过几个军士 帮宋江拿了行李 拉着宋江走入屋中 扶着宋江坐下后 花容对着宋江又败了四败 这才起身互诉思念之情 原来这花容与宋江乃是旧实 关系极为要好 但二人境遇却是天差地别 花容乃是名将之后 从小熟练武艺 尤其一手剑法 更是出神入化 百步穿阳剑无虚发 因此被人叫做小李广花容 除此之外 花容还擅使一杆迎枪 上阵杀敌 功无不克 又被人叫做迎枪手 他与宋江一别五年 时常给宋江写信 寄托相思之情 后来闻听宋江杀了颜婆夕 逃亡江湖 花容更是日思夜想 心急如焚 时时刻刻担忧宋江的安危 连携树封信 让宋江来自己寨中避难 如今终于等到了宋江 花容心急若狂 先是吩咐手下 给宋江洗漱更衣 之后又摆下一桌韭菜 宴请宋江 二人在席间边吃边聊 宋江把自己一路上经历 从头诉说一遍 正好说到前天救了刘高夫人一事 宋江被以为花容听后会感激自己 不料花容一听当场色变 皱着眉头埋怨宋江 不该多管闲事 宋江心中纳闷 急忙问起原因 花容缓缓说出其中隐情 原来清风寨又叫清风镇 地处青州三岔路口 而这三条路又分别通往三座鄂山 正是周通礼中所在的桃花山 鲁志申 杨志所在的二龙山 还有燕顺等人所在的清风山 这三个地方都是穷山恶水 强盗猖獗 因此官府在清风镇上设立兵寨 一是为了保佑附近的几千余户百姓 二是为了囤一养兵马 三是为了抵抗强盗 清风寨设立后 花容因为本领高强武艺过人 被委认为清风寨支寨 自从当上支寨后 花容不如使命 凭借着一壶紫语剑 一张花雕弓 带领兵马四处扫荡寇贼 前后收服消灭了数股强盗 以至于附近的寇贼们 一提起花容大名无不闻风丧胆 再也不敢觊觎清风寨 因此本地百姓都安家乐业 对花容感恩戴德 无比尊敬 本来花容在清风寨混得风生水起 无料前段时间 上级又派了一个文官 来管理清风寨 此人正是刘高 自刘高到日以来 和花容分管两处 刘高为政 花容为父 如果刘高是个好官 倒也罢了 可这刘高心属不正 自从来到清风寨 到处欺压百姓索取贿赂 把往日安宁的清风寨 搞得乌烟瘴气 百姓也是怨声载道 尤其是刘高夫人 整天在背后 教唆刘高 给刘高出谋划策 干一些伤天害理之事 花容是个正直好汉 对他们夫妻二人的行径 早就气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好好教训刘高一番 只是顾起刘高的政治债身份 比自己要官大一级 花容这才一直忍让至今 因此花容听说宋江救了刘高夫人 才埋怨宋江多管闲事 宋江听后这才知道事情圆尾 不过宋大哥的座右铭 一直都是和气生财 人家遗解不遗解 他自己就是左右风源 八面玲珑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理让三分 人再犯我下跪求情 一般到了宋大哥下跪这一步 再大的恩怨也会化为乌有 因此宋江接过话头 劝说花容 让他不要小气 要与刘高和平相处 宋江说到此处 灵机一动 想起可以用救刘高夫人仪式 顺势和刘高化解矛盾 花容对偶像宋江的话 言听计从 听过之后 全都答应下来 准备按照宋江的吩咐行事 只可惜 宋江这一番好心 却用错了对象 俗话说 最独妇人心 女人的心思 实在让人难以捉摸 纵观梁山好汉 有许多都是被女人所坑 而大哥宋江 在闫婆心身上栽了跟头后 又即将在女人身上 在第二个跟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